也就是因为连日来的雨是导致这个灾损传出来 我们要带您来看到是苗栗现在连续下了五天的雨 结果导致盛产的大壶草莓因此损失惨重 农民就说了这雨水太多就导致草莓被泡烂 甚至有的已经发霉还变黑 五分地损失二三十万元是跑不掉的 那么延见二八廉价即将要到来 原本大家很期待民众出游上门去采草莓 但是这一回的估计有八成草莓都因为水伤受损 二八假期恐怕只剩少量的草莓可以采 也让农民欲哭无泪 苗栗大壶农民筛出一篮篮草莓 但烂的烂发霉的发霉整颗还已经发黑 原来苗栗连日大雨还大壶草莓损伤惨重 吃的水分太多了暖暖的 太过一烂的就要丢掉了 雨下不停导致大壶草莓水伤泡烂 损伤轻微的还能做食品加工 但整颗烂掉的只能丢了 让草莓农损失数十万泡不掉 一分地大概损失个几万块 像我的五分地大概二三十万 眼见二八假期即将到来 加上大壶草莓正值产期 原本没农还期望民众出游 上门采果赚一波廉价财 这下恐怕泡汤 生产的大壶草莓被连日大雨打坏 预估二二八廉价能采的草莓 恐怕量变很少 也让农民愈苦累 谢谢彭光许苗栗报道